南瓜具有丰富的营养 可食、可饭、可菜、可药 是全球重要瓜类作物 南瓜是维生素A的优质来源 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将南瓜列为30种抗癌蔬果之一 南瓜籽含丰富的热量和丰富的蛋白质 鲜、铁和磷 在传统上,认为南瓜胃甘性温 能增加食欲、补中益气、消炎止痛、解毒、利尿等功效 对糖尿病患者尤加 原产于中南美洲、北美洲、印度、中国大陆等地区 不同产地而有不同的品种 因为入腹容易饱足 粮荒之际往往取代米麦为主食 在台湾,南瓜俗称金瓜 台湾地区一年四季都有南瓜的生产 每年的生产期集中在3月到10月 目前全省种植面积约1800公顷 主要产区在屏东、嘉义、花莲及台东等地 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与国立中心大学 合作研发出鸡南瓜机能金球制备技术 不但善加利用南瓜丰富的营养 利用有机南瓜之皮、肉、籽为原料 借干燥、维化、萃取、浓缩及维胶囊载体 金球技术将南瓜之多分化合物 β胡萝卜素、脂肪酸、膳食纤维素 机能物质进行单方与负方金球制备 并可制备机能维粉 萃取液作为营养、保健素材 这项技术还有个最大的特色 是在于它可有效地利用外观不佳的刺激品 或风灾、水害后残留的南瓜 可将南瓜达到皮、肉、籽 都可全国利用的效益 创造出无废弃物及机能化产品的技术 本技术包含了南瓜粉、粒、胶囊制备技术 南瓜机能成分萃取技术 南瓜机能金球制备技术 及单方与负方机能金球制备技术 达到有机南瓜全果都能完全利用 且无废弃物产生的优点 可有效提高南瓜之利用性 多元化产品开发及导入农业生计 保健食品产品 未来深具发展及应用潜力